回去的路上 魏天冲一直都没说话 直到进了静心园 看到唐杰和世梦在打扫屋子 整理房舍 分捡新买来的灵种 开辟荒地 魏天冲突然说 唐杰 我是不是挺没用的 少爷怎么这么问 你不说 我也知道 魏天冲颓然地坐在一块石凳上 在你们眼里 我大概也就是出身好些 离了魏家 我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废物 至于离开你们 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世梦忙道 少爷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是少爷 有什么事我们伺候着您 那也是应该的 你别哄我了 世梦 我没问你 我问唐杰 唐杰 你不会骗我的 对吗 唐杰笑了笑 将分捡开来的灵种 放到一边 走到魏天冲的身边坐下 抓起自己的左手 将其中一根手指猛地向后一扳 那手指已呈现出九十度角的怪异弯曲 魏天冲看得两眼呆直 唐杰问他 你会吗 魏天冲摇了摇头 唐杰道 这算是一点小天赋 我的骨骼扭曲程度 能比一般人大些 不过 没什么用 魏天冲不明所以 唐杰一道 其实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只是个人个不同 有些天赋用处比较大 有些天赋用处等于没有 在我看来 魏家与小少爷你 就好像是小少爷 你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且还是比较有用的那种 那么 天赋有错吗 当然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会这些不是错 魏天冲兴奋地问 当然不是错了 我被修仙者 出于凡俗 而求托于凡俗 其目的 不就是为了摆脱 俗世的烦恼吗 既然你出身世家 天生可以手指 不沾阳春水 那修了仙 为什么 就非得要会这些呢 这岂非是 本末倒置吗 唐杰反问 听到这话 魏天冲明显是兴奋起来 反倒是释梦 感觉不可思议 他本以为 唐杰会借机 好好劝一下魏天冲 却没想到 唐杰竟是说出这番话来 这马屁 没看出来呀 不过呢 唐杰已是脱长语调的 魏天冲的心 立刻一紧 不过什么 不过 有天赋不是错 不懂得发挥与利用 就是大错特错 少爷出身世家 财雄世大 这些都不是错 但若不能好好利用 这些资源 勤奋修仙 最终落得个 连普通人都不如 那可就糟透了 所以小少爷 这些杂伙可以都不会 但是那仙术 却必须练好 要是连这都做不到 那你就真的是废物了 唐杰正色道 他并没有趁机建议 魏天冲改掉好吃懒 做恶习的想法 少爷就是少爷 这么多年的生活习惯 早已养成了 哪是说改就能改过来的 今天他垂头丧气 明天说不定就固态赋盟了 千万别相信 一时的醒悟 没有几个人能一下子 大车大悟 好像一夜间变了个人 本性若是如此好改 那也便不是本性了 但是反过来 今天的打击 却是可以减掉 魏天冲的不少傲性 让他知道 家事有优势 但仅靠家事不可取 只有利用好家族条件 提升自己才是王道 哪怕他暂时做不到 至少他已经知道 什么是正确的 哥仔原来 他连这认识都没有 何况唐杰说的也没错 在这喜悦学院 种地等杂事 终究只是手段 而不是人生追求 大可不必 以此来证明 小少爷的成长 下一刻 魏天冲已问道 那你觉得 我该怎么利用好 自己的优势啊 简单呢 小少爷 你在雕刻一道上 不是很有天赋吗 本来此道要想大成 费时良久 投资更是不少 不是短时间内 可以胜利的 但既然小少爷你 家境底子好 从一开始就从事此道 也未尝不可 比起那些 还在为温饱而从事劳作 习练一些小先术的学子 至少你现在就可以接触 高级修炼之道 起飞更好 魏天冲的眼睛亮了 你说的对啊 从今天起 我就好好修炼 定要做出些成绩来 唐杰抓住 魏天冲的手 激动不已 老奴等这句话 已经太久太久了 少爷 你终于是成人了 忙完所有该忙的事后 唐杰回到自己的住处 先是打扫了一遍房屋 将灵粮种子撒下 除此之外 他还买了些花 放在院子里 为天冲为此 还笑他当花匠当灌了 连上学都中 做完这些 唐杰开始准备 《少海洞金经》的修炼 《少海洞金诀》 可以说是喜悦派 所有基础修行法门中 最好最强的一种 不过也是最难练的一种 这门心法的最大特点 就是宁气如针 众宁缩 修出来的气劲强力 因此最适合修炼 具有破甲 强弓等类的功法 可洞金烈玉 无坚不摧 也就是说 修炼此功后 哪怕是没有任何法术 单是屈指打出一道灵气 都会如针般凝固 以此为根底修炼破甲类法术 则效果更佳 但也正因此 对修炼的要求比较高 其法相对其他法觉 要更加复杂许多 此刻入了定 唐杰已是按照新法所记 开始吐纳灵气 灵气从玉门进入 先行于守哨音心经 旋动灵气 每至一处依法变化 待行至全脉时而复归 视为一次循环 然后再走另一经路 依法再做一循环 人体十二经 正好十二个循环 当十二循环成后 气柱窝卷成玄 自绍海入 在体内形成一片凌空 也就是修者处纳灵气之地 而入气点 即为灵眼 如此算是完成一次初步修炼 通常也称一个大周天 如此反复后 灵眼全开 灵空渐成 此时就算出城了 这听起来简单 待到真炼起时 唐杰才发现 灵气是如此的难以控制 他以前吸收利用 都是收了就放 只尝试控制运行路线 哪像如今这般 中间还有各种变化 他连那些变化 都得学习控制 灵气更是需要走遍全身 这也正是悬门正宗心法的最大特点 讲究循序渐进 就是最烂的功法 也不会放弃 对其他经脉的调养 只是程度不一 如此做法的最大好处 就是将来要修什么都可以 不会有任何基础上的问题 有那急功短力的功法 往往只修主经和少数辅经 极端些的可能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大周天 结果就是一支独大 在长期修炼中 强感若知 未经滋养的经脉 就会逐渐枯萎 最终无法再修 若是修炼不得法 把自己修成畸形 也是有的 少海洞金诀 本身就是喜悦派 最复杂的基础法门之一 虽然修的是守少阴主经 但是对其他经络 也是要求严格 是一王二相九将的大格局 守少阴心经为王 足少阴甚经 与守太阳经为相经 其余为降经 因此十二循环各个复杂 要求甚高 唐杰好比是坐着体操上山 还不能坐得差了 更要换着路的上 非要将那所有的路都走一遍 才叫正式完成 以此登山 万一走错一步 那便会浪费些许灵气 往往行为至半 便气息耗尽 别说是需要十二次 不同循环形成的气旋了 就连一个基本的小循环 都无法完成 这还只是第一层心法 不过唐杰也不着急 他知道周天运转这种事 说白了就跟键盘打字一样 从半天打不出一个字 到一分钟能打出几百个字 总是需要有个熟练度的 只不过周天运转 比键盘打字更复杂 也更困难 因此熟练条也是格外的长些 御门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便体现出来了 御门为吐纳灵气之所在 御门开的越多 一次吐纳的灵气也就越多 气感就越强 更易把握 同时沿途能经受的损耗越多 完成气旋的机会也就越大 甚至气旋的效果也更好 可以说御门就是放水的闸门 闸门开的越大 这水自然就越大 带来的力量也是成倍的提升 因此 御门三转的新人 完成一次十二循环 可能需要七八天的时间 御门九转 可能就只需要一天 如此一来 差距自现 唐杰只觉得 那体内灵气就好比 新学者脚下的滑轮 动不动就会不受控制的 把人带出去 一个不小心 还要仰面朝天的摔倒 体现在修炼上 便是灵气偶有失控 冲撞经脉 使修者反受其伤 虽说喜悦派 名门正宗 心法大都极安全 但因为修炼不得法 而导致的受伤 依然不可能完全避免 只是这一小会儿功夫 唐杰已是连续冲撞自己 经脉五次 只觉得胸口堵堵的 难受无比 尤其这摆练诀 讲究宁气如真 一根气针 在经脉中乱窜 其滋味可想而知 胸口疼 则意味着 它受冲击的地方 主要集中在此处 少海洞金诀 从玉门入气 而从心口发力 也就是说 它相当于是 刚踏出家门就被绊倒了 对此 它也只能摇头无奈 不过它知道 这终究是不纯属的关系 待到修炼多了 渐渐纯属 大概就能将疼痛 从胸口转移到全身各处了 这还真是有稚气的想法 因为会反冲自己的缘故 唐杰并不一味的冲击 而是停下来歇会儿 揉了揉胸口 它此时已经明白 所谓的禽 未必能捕捉 修者从不提倡过度修炼 怕的就是这修炼过程中 反伤自己 损了经脉 反而误了将来 而且在这一点上 就算是玉门九转 也不比其他人占便宜 说白了 玉门九转就和魏天冲的家事一样 只是起步的资源高 后期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走的 当然了 天赋不佳 也可以用资源弥补 如果能在修炼过程中 服食灵药 可以增加灵气含量 这相当于暂时提升了资质 只是药性过后就没用了 终是比不得有天赋的人 当初须木羊给他的药 早年逃命时都已卖掉 偶胜少许 也给了吴家二老调养身子 唐杰如今手里的药 就只剩当初贪磨 那吕尘阳给他疗伤时的灵药 可惜只得半瓶 而且药不对症 不是补气单 使用的话浪费的比吸收的多 那要不就继续强烈 等受了伤 再用那药来调理自己 就怕药不对症啊 唐杰忍不住想到 等等 唐杰突然意识到什么 自语道 我不是修炼了藏相经吗 灵气入体 入血入骨 连洗脉都洗了三年了 身体资质早就非同旁人 三年来从未生病 就算鞭打也恢复得极快 那么这承受冲击的能力 也应该强大许多吧 想到这儿 唐杰的眼前突然一亮 第二天上过文课后 唐杰到了朝阳峰 果然见那苦道人 已提前在讲经石上等着了 身前已是挤满了一群弟子 显然都是在修炼过程中 有疑问的 魏天称和世梦倒是没来 而是选择了继续在自己屋子里修炼 他们昨天也碰到了和唐杰一样的情况 如今正努力适应气感 由于早被喜悦学院的规矩弄怕了 弟子们也都老实得很 一个个排着队等候提问 一名学子问道 上师啊 小子昨夜练那神门玉器术 行至清灵时气息呼散 不知是何缘故 虎道人回答 清灵理气而顺心 气行此位时 当顺其自然 神门玉器法重掌控 你必是过于驾驭 反施其端 气息消散 不足为奇 欲过此关亦简单 或顺其心而通自然 火灵于上而强驾驭 两法各自起一 效果又各有不同 顺你心静而为即可 小子明白了 那学子退下 又有学子上前询问 唐杰在旁边认真地听着 大周天运转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吸纳灵气的过程 但是其中却包含了许多人体治理 每一条线 每一个翘位 自有其存在的原理 气在其间运行 其变化或顺应其理或强行驾驭 却都必然与其本质息息相关 因此 要想真正地把握大周天 就必须了解 人体各部位的功能 原理与意义 喜悦学院 并非没有专讲 这类内容的课程 在版天的文理课上 就有讲述 只不过 大部分学子 那个时候并不在意 非要等遇到问题了才发现 这苦道人也是好性子 若是换了文理课那几位上师 只怕直接就一张脸拉下来 白天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 自己不用心听讲 还不闭门思过去 千百年来的发展 使得喜悦学院在这方面 其实早就有一套成熟的机制 每一步都有其深意所在 而是 再次面读的机制